哇 这好大 看着 你好 姐姐 蛋黄 鲜鲜蛋 肉酸 是不是感觉还可以 真的是好久不见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乌米饭团 其实我之前以为乌米饭是用那种黑米泡了之后做的 这两天做了点功课 发现不是 这边是用一种叫蓝竹叶的叶子 这个叶子对吗 我怎么看这个就像我们路边那个什么东青树的叶子差不多 都要泡出来不污 那就把你们给炸了 毕竟你们都很污 这个东西真的一定要这样摘吗 感觉是不是没必要啊 如果你们自己在家里做这个 我建议大家摘 但是如果你像我这样是一个优秀的美食创作者 就不用窄了 就这样就行了 这玩意儿能变成乌米吗 好神奇哦 500克的叶子 大概要配3-4倍的水 哇 这个汁 你看这个牛鲜汤似的 怎么都干了 这个好像好一点 把这个水分挤出来 哇 这个味道好香啊 你闻到没有 嗯 青草的味道 对 可能牛鲜汤也是这种青草的味道吧 等会儿你手变污了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个可能是要跟淀粉之类的反应才会变污 我的看法是这样 但我的看法一般都不准 看我手黑了 我手都没泡 黑了 它所有的缝隙 有伤口的地方全都黑了 再绿一遍吧 我怕它里面有那个炒渣渣 到时候混到那个米饭里面 那个米饭口感也有影响一下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泡米 就干的米直接倒进去 不用洗啊 比如说刚刚好差不多 然后在这个牛鲜当中发酵一夜 这个颜色怎么是这样的呀 感觉没泡够啊 颜色怎么感觉不黑啊 这感觉泡的不够 我看别人的颜色好深啊 就没蒸好之后这颜色就生了 蒸好之后颜色不生怎么办 我吃掉 我手都这么黑了 它怎么不黑啊 那里发机的 找一个这种洗胶桶 应该每个家庭都有的 怪怪的这个米饭倒进去 如果失败我不想重录了 你们就假装它成功 因为我成功已经不执着了 差不多 就可以 将就快乐 中间电话孔 要不然等会儿蒸汽上不来 它就蒸不熟 盖上锅盖啊 这个要蒸40分钟 我们来炸麻团 我是最喜欢吃糯米的东西的 但是麻团是我不太喜欢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它好油 这里有500克的糯米粉 然后有10克的麻团蓬松剂 310克的温水 温度大概是在50度左右 然后要放很多的汤 这玩意你说能不好吃吗 纯纯的碳水化合我 一点杂质都没有 水在里面都算杂质 它揉起来这个手感就好多了 而且它是有延展性的 你看 它是可以这样拉长的 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一定要用温水或者热水来和面 我见过很多人 他们不用温水或者热水来和面 不管是炸的也好 还是煮的也好 它都会裂 可以了我们现在来分剂子好了 这样一个大概45克左右的剂子 豆沙我们买的这种现成的 但实际上这已经违背了我们美食博主的初衷了 美食博主就应该从种豆子开始 5克左右的种小球球 反正就是里面的馅要稍微少一点 多了的话 失去了你要吃那个黏黏的那感觉的味道了 来我们来开始包啊 现包进去 然后收口 哎怎么这么收 感觉有点怪怪的呀 完了这个就只能这样了吗 感觉水平有点刺 包进去就行了 这其实不难吧我觉得 我去搞别的东西啊 这是生芝麻啊 搞点那个粉嘛 小高杰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我们做了很多功课 就学习了很多别人的内容来的 然后再把它揉揉加工一下 就变成我们的了 这就叫抄袭懂不懂 把这个放到水里面泡一下 把它放到芝麻里面 再压一下 让它均匀的压到这个 这里一定要用生芝麻 手芝麻等会就炸焦了 馒团的胚子就好了 我们来炸 炸了就会鼓起来是吗 理论上是 我对我没有信心 我不觉得它炸了就会鼓起来 这个油温我在网上有看的 小高姐说是120度 然后我们买的商业配方说是170度 我品书呢 低油温 都说低油温 就只有我们买的配方是高油温吗 我们150度好不好 中庸之道 对啊 中庸之道 你可真是大聪明 我也愿意接受这种折衷和方案 所以就像讨价还价的时候 对啊 你上去就砍价都卖它 对对对 原价1000 800卖不卖那不行 原价1000你上去就50 对 人家说50你咋走 50它就转力40了我跟你说 好像是那么回事 和平又高效 这是中国人的这个智慧 这个温度太高了完了 180度 如果碰到油温实在太高了 你可以再加点冷油进去 不要加冷水啊 可以150度 我们开始下原汁 原汁下去之前我再整一下行 好我们先炸6个看一下 还会推动它一下 不要让它粘到一起 我感觉已经开始变大了 受错觉吗 看起来比外面的大 是吧很明显感觉变大了 有东西 哎不行不行 沾过了 应该这个焦了看到没有 所以一定要推动它 一定要推动它 这个我刚才失误了对不起 好炸一会儿都飘起来了 这个要一直不停地这样拍打它 把它按到这个油面下去 让它受热更均匀 我跟你说 放在别人的麻团能录一期 米饭能录一期 我们这一期给你整齐活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视频 这么长时间不更新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懒 你笑什么 不是你懒吗 搞得好像我们懒里面 不包括你一样 你最懒 我给他们看一下 找到金黄的 这个颜色也说实话 也确实不够金黄的 我还比你要加可乐 我渴了我喝口水 我热差不多了 你们热呢 这好大看着 这个对比也够强烈吧 这个刀方面可以吗 是不是这个感觉 而且好脆啊 听到声音没有 放到我的胸前给大家听一下声音 小哥你经常吃的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我很喜欢吃麻团 果然刚出锅的最好吃 我吃的都是软的 外面脆的里面是糯的 嗯 而且不油 一定要注意啊 线就这么一点点 好脆好香啊 这么好香啊 好肉好吃啊 要把它拍碎是不是 来小哥 我再吃一个 他们都说南京人的早餐 就从拍扁一个麻散开始 南京是我第二个故乡 南京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跟我抢什么第二个故乡 你本来不就是江苏人吗 江苏是江苏 但南京是安徽省会 跟我们不一样 你不要瞎讲 接下来我们把温度降到120度 看看会不会有不同的变化 现在温度升得很快 已经140度了 火再调小一点 低油温小火 我感觉这个影响微乎其微 大小差不多吗 我还是看得出来大一点 有大小的差异 可能是因为K字的大小不一样 懂我意思吧 有自己家真的开早餐店的 可以告诉我这个 油温究竟有没有影响 我有点害怕这个米饭 污不污啊 偷偷看一下 污吗 巨污 特别黑 我的妈呀 我差点给你看一下 居然成功了我天 看蛮激动的 我看那个颜色我就觉得要失败了 没有想到我成功了 不过几个咸鸭蛋 这个咸蛋我们只要蛋黄的部分 带一点点蛋白 因为蛋白它有点咸味 单独的咸蛋黄买回来真的那种不要 那个跟这个分位差很多 那没有油 你们江苏有个地方特产咸鸭蛋了 高油 高油咸鸭蛋 哇那个油一戳 吾吾吾吾吾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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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你不知道有一个航天员 一层一层一层介绍的 每个地方介绍的都不一样 米饭稍微拌一下 稍微两一点 要不等会操作太烫了 懂了吧 戴上手套操作吧 我们搞了那半天 其实东西就很简单 给大家演示一下 两种吃法 一个是甜的一个是咸的 首先呢我们要拿一个这个麻团 把它压扁 然后再把米饭放上来 好烫烫烫烫烫烫烫 擀开 纱布要净湿啊 要不然它会黏在这个米饭上 油条注意放的时候啊 放一半 好然后把这个油条这样折过来 油条有点大 对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开始卷 好烫 卷到这里 然后这样 再卷一卷压一压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油条和米饭的吃法 咸的是我比较喜欢推荐的 还是一样 把这个咸的好像是这样碾碎它 然后咸菜肉松 猫 压紧一点啊 翔上肉松 有油条 很麻烦 这完全太丰富了 现在好顶啊 焰水加焰水加焰炭水 有点啊 我们之前交过油条的炸法 我们今天这个是买的现成的 这个油条炸的好大 如果你们要开店 这个油条炸小一点 然后我们今天放的是雪菜又松 放点什么五轮酱丁啊 酸萝卜啊什么都是可以的 放点活水肠 以及肉 对啊 跟饭团一样的 一样的 随便放 好香 好吧 今天这个我们就录到这里 相信大家已经学会了 麻团的制作 五米饭团的制作 以及吃 这以后会慢慢的 稍微的加强一下 这个更新的频率 先把这个话放在这里 做不做得到 再说 拜拜 爱你们哟 这个这话要讲一讲 怕他们走了 爱你们哟 好香 我今天不吃饭了 我觉得我一天都吃不完这一个 我都被你大做了 你的鱼是很小的 我是拌的鱼是整个鱼是